北洞最幼稚的宝宝蒙小六 他是对自己的体型没有一点概念吗 这般的猪猿玉刃 绑大腰圆的 还妄想把自己装进筐里面吗 看来蒙蒙内心确实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呢 钻不进去 他又抬头看了一下外面 这么多人看着呢 要是今天钻不进去那多尴尬呢 视频加速了 蒙蒙非常执着的钻了很久 最后发现确实钻不进去呀 所以他就干脆屁股坐了进去 是框的问题 绝对是框的问题 赶紧给本宫换一个大一点的框呀 场面多尴尬呢 之前在网上看到过 这个熊猫玩水龙头的视频 但是不知道是蒙蒙小时候 后面慢慢了解蒙蒙的性格之后 发现他不仅小时候这么搞笑幼稚 他现在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 一样的搞笑幼稚呢 蒙蒙这么可爱 不管是多少岁 多少个孩子的妈妈 类心永远都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熊呢 白天公主对待奶妈和奶爸 好像有一点双标呢 这个是胖大海的奶妈吧 奶妈来给白天送窝头的时候 她就直接接过去了 一点都没拿捏 对待黄年和面面的那股傲娇 就是哪去了呀 小白天还趴在蒙大的门口 而且这个姿势好像是摆出来等着按摩呢 这是想等着蒙大大来给他按摩吗 看一下胖大海和奶妈的体型对比 大海是真的大呀 这样看起来好有安全感的胖宝宝呀 蒙儿又调皮了 笋子一道口赶紧挪屁股 做得远远的就是不想涂药 幸好黄年奶爸个子高 手长脚长 要不然是真的涂不到蒙儿的眼睛了 不过蒙儿的眼圈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啊 基本上都是全黑的 记得以前蒙儿的眼睛都是灰色的 看来北东的这个配方是真的有用 那么其他地方满虫眼的熊猫 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配方呢 感谢观看